中共網信辦週日聲稱 美國存儲芯片製造商美光科技生產的產品 未通過網絡安全審查 將禁止中國國內關鍵基礎設施運營商 採購美光產品 不過 中共的聲明沒有提供具體內容 也沒有說明審查的是美光的哪種產品 中共宣布這一消息之際 正值世界各國領導人在日本召開七國峰會 七國集團發表的聯合公報 重點之一就是應對中共的經濟脅迫 當天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G7國家達成共識 要降低風險 使供應鏈多元化 以免過度依賴一個國家 美國商務部表示 中共這項禁令沒有實施依據 美光科技是存儲晶片 動態隨機存儲記憶體 和存儲型快閃記憶體的世界最大製造商之一 這些產品廣泛用於智能手機 個人電腦等便携產品中 在中國市場佔據約10%的股份 美光聲明表示 已收到中共網信辦的通知 正在評估相關評論 希望能繼續與相關部門溝通 中共網信辦3月底宣布審查美光科技 外界認為 審查美光是中共在報復美國的製裁 週一 美光的競爭對手韓國三星股票大幅上漲 分析認為 美光在中國的市場份額 若有其他競爭對手劃分 每家廠商所得不多 對記憶體產業可能不會有太大影響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江低亞綜合報導